大家好 我是韓國人 我們是打假漢假 海媚PKGirl 終於面對面的能夠錄一期視頻 這個上一年來就是先來到上海 就是隔離嘛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我離開上海 最後PK姐他們就辛苦了 你就這麼跑去杭州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在上海 封控了兩個月 對對對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一直遠距 對 因為我們那時候都一直希望 把最真實上海的狀況 對 交給大家 那當然啦 那時候我們也有講 那是PK姐他們那裡的狀況 對 上海很大 很大 特別大 也非常多人 也比島內人多 所以當時狀況都不太一樣 那我想問一下PK姐 嫁來大陸多久 我嫁來大陸 我在上海生活13年 其實我不是嫁過來 我是來了這邊以後才認識我先生 來上海以後就被餵得胖嘟嘟的 其實大陸很養人 你們看 對 我就已經 對 我就已經展現給大家 3D打印的可怕了 而且各位有一個最重要的也就是 因為當時很多人都會在下面留說 那是因為PK姐家裡過得好 所以才能好像冰箱很滿 其實我那時候一直覺得 這是很奇怪的一個觀念 他就只是講他的狀況是什麼 對不對 而且我跟你講 大家都是公平的 因為當時要一起對抗這個疫情 尤其我也要跟有一些這種陸配朋友 我真的跟你們講 不要在那胡說八道了 他們近期在那說 大陸好像也慢慢開放了 然後還在那開始在那嘲諷是說 之前台灣開放的時候 你們不是在大陸還覺得是 這個好像台灣很可憐嗎 怎麼樣 那種心態好像是覺得 好像這是遲早的 可是各位我要告訴大家 開放是一定遲早的 對啊 可是Keypoint是什麼 為什麼當時要去防 也就是因為這個病毒 隨著時間慢慢的削弱 如果這樣講 那為什麼兩年前 為什麼我們陳時台他們 幹嘛要去清零 對 那如果照他們講 遲早要開放 兩年前全世界都開放了 對啊 為什麼要等 就是因為要讓致死率下降之後 再逐步的開放 結果他們現在反而看到大陸這樣子 開放 然後就開始笑 那前陣子在講什麼 對啊 前陣子不是說我們天天都要捅 然後天天都要封控 很可憐嗎 沒有自由嗎 那現在有自由了 你們又笑我們有自由 你們到底要笑什麼 然後有自由以後又說 大陸上天堂的人燒不完 好像年年都會有這麼黑 對不對 對 最早三年前也是這麼黑 就是燒不完 對 然後後來又說這個數字不正確 也是 好啦 那數字正確的 我們要不要來數一數 在愛河天天飄了多少 對啊 這幾週都有 對啊 你說我們算不完 難道我們要說你飄不完嗎 對啊 沒有必要這樣子 對 你看PK姐的確跟我們 都是戰鬥派 所以我們今天剛好兩個人結合 兩個戰鬥派 其實PK姐跟韓國人 還有表妹都一樣 我們都面臨到什麼問題 就是被島內點名 被點名 不是民主自由嗎 PK姐你是被點名什麼 跟大家分享一下 點名太多了 最早最早 我曾經說過 因為我在大陸是有社保的 我有醫保 最早我是因為 我在自媒體上說醫保 然後我有醫保 我就不用健保了 健保警告對我沒有用了 這是第一次激怒他們 他們第一次是點名我這個東西 所以當時就是有點批鬥你的 對 當時就開始批鬥我了 新聞嗎 還是什麼 新聞啊 哇 就是三明治24小時輪播啊 不斷的重複說啊 這個台灣女生 台灣網紅 在大陸說這個有醫保了 不用健保了 健保不好 所以那個始祖 不一定是劉樂妍跟表妹了 我主要是帶頭講醫保這件事情 可是你也只講事實而已啊 我講的是事實啊 對啊 像我現在拿到居住證 有些人就說 韓國人你就可以去研究這個社保 還有這一些醫保的東西 你就可以去用 要不然你看醫生要自費 你就可以比較貴 所以跟島內 沒辦法讓陸生可以保健保 那差多了 差多了 對 而且現在 不算你在大陸沒有工作 你是台灣人 你在這邊 像我是今年我後來辭職了 我上半年我辭職了 在家休息 那辭職就沒有公司 幫我交這個社保 我就可以自己交 而且用的 因為我第一個是因為 我先生是大陸人 所以我可以交 對 但是從明年開始 只要你的居住證 繳滿兩年 你就可以跟所有的大陸同胞一樣 就是你的居住證辦滿兩年 你就可以直接的跟所有的市民 跟大陸同胞一樣 直接去繳納他們的這個醫保 跟他們的退休金 完全一樣 完了你要上頭版 這件事情就直接讓非常多 在大陸這邊工作也好 創業也好 就是或者是他就是想要來這一邊 闖一闖的年輕人 有很多的顧慮可以打消掉 對 那我先確認一下後面是不是有黑衣人 沒有 對啊 要不然這一段 我這個真的是最新的消息 要不然這一段又有人覺得 他後面一定是收錢對不對 沒有沒有沒有 檢查一下戶頭 因為年底了 我剛去接到辦事處 要去辦明年的 他們就告訴我有這一個 哎呀你看各位 今天真的 因為大陸很多的東西 尤其比較 對人比較好的東西 很難傳回島內 尤其可能很多島內 我也想做個接訪 就是說到底島內朋友 知不知道大陸有醫保 因為我們島內非常多 這種絕情不是很愛嗆我們嗎 你們怎麼不把健保卡剪掉 我說你們是腦袋有問題 我剪了健保卡 你還是要跟我追健保費啊 對啊 那我剪了幹嘛 而且我幫你繳 我沒有在台灣看醫生 你們是腦袋到底 那個意識形態 真的可悲到了極點 那我想問還有什麼 除了醫保以外 還被點名什麼 點名說這個 我在自媒體上 發這些我在大陸的生活好 什麼什麼 是為了要統戰 這件事情不是也上了嗎 還有那個時候還說什麼 大陸這一邊 為了要找這些統戰網紅 發消息 還說什麼 一條視頻45萬 錢在哪裡 就是 這還是上次那句話 麻煩一下 就是你們如果有證據 也提供給我 我想要去討薪 我家的房子也挺貴的 我要繳房貸 如果有這個45萬可以領 我可以數一數 總共有多少條 你們有證據給我 我去討個薪 對啊 你看連PK姐近期 你看你的抖音號 接一些那種商案嘛 對啊 你可能都要去走訪一些店 因為各位你們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們經營抖音喔 那個那是沒有錢的 你們以為做視頻都有錢 抖音現在是全球的流量所在 但是問題是 就是因為他流量特別大 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 像某些網站 還要拿錢啊什麼的 來拜託你來做視頻做流量 還要跟你分這個流量層 沒有 而且我們賺到的錢是什麼 就是人家找我們的商案 有商案有新途 然後有團購 然後那些錢說實話 就是拿出來真的就是 杯水車薪啦 對啊 而且重點是啊 你看那麼多藝人也來 大陸這個帶貨了嘛 對不對 你就知道 其實今天很多都是因為不清楚 胡說八道一通 是的 那PK姐你台灣啊 開始在對你有一些攻擊的時候 你當時你會不會覺得很驚訝 你就想說不是 是整天講民主自由言論自由嗎 最早一開始的時候 我會覺得有點恐慌 然後就覺得很難受 就是從小到大 我就一直記得 我曾經生長過的台灣 長大的台灣 是一個非常溫和 非常有禮貌 禮義廉恥 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台灣 而且強調的是 每一個人都有權利 發出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聲音 可是如今我講出了這些內容 我沒有說謊 我非常正常的在分享我的生活 表達我的意見 卻被如此的對待 都是這個狀態 就是因為我們坦白說啦 我一開始也是算是進入到 這個領域講政治 我那時候也不懂 為什麼 總會有人在我下方說 我是收紅錢 不是啊 我就是講島內的政治啊 奇怪 我講這個跟文不對題 是的 然後慢慢的我就覺得 後面是有問題的 原來今天島內的執政黨 這個綠綠啊 現在就是用著大陸 來開脫自己執政的無能 那當然他們會說 你可以罵那個領導人 可是各位 對 這也是我常講的 我們的自由 我們的富強 不是要罵人 你罵人只是一時爽 我們要的是真實的改變 真實的進步 你罵了如果能改 如果能進步那很好 問題是有改嗎 有進步嗎 我有十年的時間吧 就我都忘了十八十九 哪一個時候開始可以投票 Anyway 我從來沒有投過任何一張票 為什麼 我不喜歡政治 對 我非常討厭政治 我覺得 所有的執政人員 所有的行政人員 他不應該要 陷在所謂的選舉裡 你罵我我罵你 對吧 天天就在講那些 有的沒有的 天天都在選舉選舉選舉 你應該要多做一點實事 多為人民多做一點事情 所以我覺得選舉這件事情 真的很噁心 我非常討厭選舉 可是我來到了大陸之後 我看到了真正的 為人民做實事 是怎麼一回事 大陸這邊有一個非常好的機制 是可以去監督人的 對 可以去監督這些行政官的 而且他們有各種各樣的指標 因為我相信PK姐 她是比較會維護自己權利的人 對我很清楚PK姐 有時候可能遇到一些 可能在小區遇到問題 可能立即就馬上打 會不會 我是絕對就馬上打12345 12315這樣的電話 包含我在大陸 我從以前在台灣到大陸 都一樣 但是我們沒有傻到 要去舉著白紙到處鬧 怎麼辦 怎麼辦 你講法呀 你講理呀 你沒有必要抗爭 大陸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你講理講法 該打的電話你打 該投舉報的舉報 該去上訴的上訴 自然而然就會有信息回來 我舉報出去的 隔天就有信息回來了 這就是瘦 這是獨裁嗎 這個 因為我們今天要出來抗議 像我在島內我也常去抗議 我們最想要是什麼 我們希望政府能聽到 能聽到 能改變 可是我們這幾次抗議 最終得到的結果 就是根本沒有改變 因為有些人的抗議 不是為了抗議 就是為了作秀 職業的 他當年不是說嗎 要是聽不到 你就可以喊大聲一點 再聽不到你可以拍桌 所以最後 因為我覺得PK姐是 非常聰明的一位 美麗的女孩 謝謝 對 那我真的覺得 因為在島內 我有遇過很多 類似像PK姐類型 尤其你要是讀輔大 對 可是你跟他們的光景 已經是截然不同了 因為像他們嘴巴 也是有時候也是蠻伶俐的 但是當然他們的論述 一定是被我打爆臉了 只是我意思說 你今天怎麼會 可能你也可能會變成一個 綠蛙的感覺 為什麼今天會是一個 截然不同的一個講法 你最大的改變是在於哪 三年前我在台灣 我就告訴你 我的Facebook上的好友 有時代力量的立委 我感受得很清楚吧 對 就是我當年的那一群朋友們 不只有時代力量那邊的人 還有當小英的這個候選會的 這種公關跟Marketing的人群 就是這一群人 好不好 這一大群人都在我的Facebook好友名單裡 當年我是覺得 你們好帥 你們好友主見 那個時候還沒有太陽花出來 這些事情還沒上來 我覺得他們在互聯網上 他們對於自由 對於民主 對於一些各種的意識 還有對於文化 這些的想法真的很棒 所以我們成了朋友 但是在13年前那個十字路口 我其實不是為了政治 我就是為了要來 來發展事業 而我決定留在這裡 我沒有參與到過去十幾年來 台灣不斷不斷沉淪的那些事情 我沒有參與到這幾個關鍵的事情 我都經歷到了 對你都經歷到 但是你在關鍵的時刻 你來了大陸 跳出來了 你也沒有繼續沉淪下去 對吧 所以我覺得 每一個十字路口的選擇 是真的很重要 所以這樣講 感覺好像是 你在剛好那個十字路口 你來到大陸 所以你可以用著第三者的角度 看得更清楚 我抽離出來了 我已經不再被那些 陷在裡面的情緒 各位人是很容易被情緒化的 當你在那一群學生裡面 衝啊 加油啊 為了自由啊 為了奮鬥啊 為了生活啊 你根本已經不知道什麼是對錯了 對 因為我真的我覺得 PK姐你的個性 我摸著良心講 如果你還在島內 我們有可能今天就是對 我們今天有可能就 對立了 你搞不好還吵不贏我 對 我們就在那隔空 可能你也變成那個大YouTuber 對 因為真的 我感受得到PK姐 很強的血性 對 有那種絕青的那種 那種好像你的基底有那種感覺 所以我才會很好奇問 為什麼會變那麼大 對 因為我相信今天媒體啊 會把PK姐吵出來 然後批鬥他 絕對是因為PK姐 他是有他的能量 他跟有一些他們在批鬥那些 可能像沙包被打 有點不太一樣啊 他是會回擊的 而且回擊的力道 有時候還讓我們覺得 這個你真敢講那種感覺 所以我剛剛特別問 就是想要說 為什麼人生是有什麼十字路口嗎 那的確 各位 確實就是在島內要開始向下沉淪 PK姐就來到大陸 可以用著第三者的角度 可以更清楚看到島內的問題 好了 如果喜歡今天這集 接我幫人讚 然後也支持我們的台妹PK 如果任何想法 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們是大家演講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等下方留言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